明星彩柴劇團 這裡榮心彩柴劇團 在國內 我們已經詭異到 客家話 QR副 榮心彩柴劇團在國內 七彩十六年 但是呢 平常到花蓮來的次數 通常都是一年一次兩次 非常難得 每一次到花蓮來表演 就把我們的花蓮演藝廳 文化局的演藝廳塞得滿滿的 所以就表示說 這個花蓮很喜歡榮青彩雜集團 慢慢的就請到憲喪音 還有我們終生代 想學這個客家採查劇 但是呢 體積 請到榮青採查劇團 花蓮來夠 慎 困難 經費非常高 所以有一些年輕人 就到台北去學習 離鄉背景要湊火岔島 台北去福郭到桃園去學 秋年千年 蘭宗他有洗身衛 他有跟我提醒 怎麼樣去協調榮青彩雜集團 能夠到花蓮來 來教學生 這個困難度很高 所以我們就拜託了 我們那時候還有一個小朋友叫黃培仙天 末來 那我們去拜訪郭英義副執行長 又拜訪這個那個 我們的執行長 那個那個 洪中凱執行長 他幫我們協調到了課委會 結果課委會評估 這個經費資助的非常的高 他認為我們在推動客家採查劇 對於法蓮的客家化推動 還有文化傳承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這一次的課委會 資助了我們80萬元這個計畫 那我們花蓮縣政府自從39萬 才把這個活動辦起來 非常難的 那我們也很希望 透過課委員 那個我們葉委員今天 他支持這個 希望明年111年 我們還能夠拿到這個計畫的補助 來把這個教育的人才不斷的培育下去 所以我們是要感謝課委會 那請我們葉委員來幫我們贊助一下 主長 國民總管 習慣 習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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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記一下稱呼 來 開始了 好 課委會本來 所以這順道對這兩部分 就是比較屬於那個軟體的部分 其實我知道那個楊主委 他是比較喜歡往這個方面 所以當然如果我們有在開會 在提出這個計畫的時候 我盡我的能力 來跟勞開課委會來爭取 我想我們透過今天這樣子的活動 我們把這個成果拿出來 本來學會費來看 如果相信學會費 不會說 你每一條 一條一條一條 講的這個 對我們來講的錢 可能聽到 但是對課委會來講的 可能不用親太太的錢 另外你要想說 那是議會 那是郭葵葵的事實 也要留留長之間的表師 人會 他們的法連 也要講全台幡 學家民 算提神道 真理提神口外的所在 提神國有命令 那都是他們的法連人 所以 他們的法連人 我講沒有學家法 都沒有學家文法 人會有 他們的法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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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連人的法連人 那是恩恩情的 退變 尤其要是 他們的法連人 你不是說 按照發 人家的法連人 大家 可能還要等一等 看一看 警察和別人 發都不是按照 請問太太 請問 請你這五萬師傅 請問 您書長 您說您幾頻 大家好 嗯 跟法連人 和你 開人 活活傳承 你必須法連人 還要把 你必須要榮星 育團的老師 在搞 大家大力來支持 萬一 沒有問題 拜託這些 謎言 一種要 你整齊 而且 過了法連 為你法連人 我們擁有的擁有的方法 尤其是感謝老師 來法典教授 我代表學生理 感謝老師 再來感謝出眾 旁出眾 政經黨優秀 我不是說我一直 出眾很認真 比林庭光 我好朋友很認真 要中朝 林庭光也好朋友 也難受到三十年 這一段 媽 曾經的學生理 我槓車就有人在盤出眾 所以現在習 習政會的嚴重 帶領之下 真是非常傑出 所以 他做的 陰謀一件事情 就把你學生理 我全力的支持 希望學家師傅 我們學生理 最大最大的支持 好不好 老師 謝謝